黃毓民議員,第二輪,四分鐘 謝謝主席 你要搞創新科技,科研很重要 我們香港的大學在世界上排名都不低 也有科研的產品,但就給了別人用 科研的成果給了別人用 關鍵在哪裏呢? 你這不是一個開放的政府 舉個例,台灣和香港,新加坡,南韓 七、八十年代,即是經濟起飛的時候 亞洲四小龍 你現在比較一下這四個地方 香港在科技方面,就是排最後 台灣七、八十年代,當時的李國鼎 已經在新竹設立一個科學園區 香港的經濟形態和台灣差不多 加工出口對外貿易 最早期發展的時候,全部都是這樣的 但後來人們發現,我賣一箱箱貨 一個貨櫃的衣服、玩具 已經是賺不到吃的了 而且有競爭對手越來越多 人家有廉價的勞動力 然後你現在的生產成本又高到這樣 人工又貴地又貴各樣 人家已經在想怎樣去轉型 所以台灣看看那些超級富豪牌 第一、二,全部都是工業家 電子工業 我們香港的富豪、首富,全都是地產商 你就已經看到了 這個是死證來的,金融、地產 基本上哪有得搞呢 再加上這個政府 台灣新竹科學園區 隔離是清華大學 理科、理工科學生 他是整個建教合作來的 然後在美國的學者 讀完MIT的人回來 你看看今時今日 那個成果就出現了 經濟多差也好,都還頂著 你就靠房地產、金融 現在靠自由行 搞什麼呢 整個科研 基本上有些學校做了 基本上是沒有人 然後我們在所謂研究發展裏 佔成GDP的幾百%呢 局長 現在搞個創新及科技局出來 找個敗軍之將 梁振英的人來做局長 你就可以解決問題 我相信你多於我相信他 講講局長 你繼續這樣做 反而穩固很多 根本就是亂來 我不是故意為反對而反對 建制派說我們反對而反對 你任何人都可以跟我辯論 我告訴你 從香港科研的發展 從現在我們那些大學 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 但結果都沒有用 過去政府做了什麼 你告訴我 全部都是假大空 數碼港是什麼 現在科學院是什麼 沒有科技發展就會睡街 與無倫次在這裏 現在你先搞定制度 關鍵制度 以及現在的經濟結構有問題 以及我們的教育有問題 還有你如果要鼓勵高等院校 做多一些所謂科研 你要不要干預他們才行 家強哥你是大學教授 學術自由是不是很重要 政府負責付錢 就不是叫你負責干預這家學校 干預高等院校 如果你繼續不改變這種態度 去干預高等院校的運作 那些教授也好 那些學者也好 那些學校的行政人員也好 那些學校會自我審查 哪裏教授 大家都教授 你自己在大學教了這麼多年很清楚 那些高身厚陸的大學教授 坐以待斃 是錢斃那個斃 那些學生的坐以待斃 是斃命的斃 范國威議員第三輪三分鐘 學生 學生 感谢观看